甘狂神回复 麻疹又来了 这次该打疫苗的是爸爸妈妈 麻疹又来了 你说冲绳那个事情 还有之前泰国那个啊 回来的对啊 所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你可以发现那个疫苗打完 尤其麻疹或德国麻疹 它抗体大概20年左右 其实就有10%甚至20%的抗体就开始掉 也就是说这些保护力已经逐渐不够 所以你从新闻当中可以发现 在那个飞机上面 后来被这个病人感染到麻疹的 对不对 因为小孩都有保护力 小孩反正该打的都去打 没有问题 现在应该轮到成年人 爸爸妈妈 都是在这个20到40岁之间的年龄 我们要开始了解 我们才是要 乳疫苗的年纪的 麻疹如果你没有抗体 有的时候怀孕之前 准备生小孩的时候 先测一下 我的麻疹抗体在不在 我的水痘 水痘当然可能我们这一代都得过 但是有些已经比较年轻的妈妈 是没得过 她这个身体可能没有水痘的抗体 这些都可以测一下 因为如果说真的在怀孕过程中 遇到这些 其实是我的教授小孩 你得到这些病是危险的 所以反而是我们成年人 要开始打这些营养 还有 那抗体也是 大概二三十年就会往下掉 所以新的世代 我们有新的做法 大概我们先就是初估 你大概每二十年 每二十年 每二十年 让医生评估一下 也许你的抗体需要再补充 那就把那个用疫苗 把我们的抗体补回来 那有什么症状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可以 哇 赶快 你说得麻疹这些事情 得麻疹这件事情 就不劳你费心了 反正你生病 赶快来看医生吧 因为我们医生其实 在诊断上有一些些 我们其实也很少看到 因为打疫苗打得都很好 但我们毕竟教科书上有 我们大概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眼睛红啊 咳嗽啊 鼻涕啊 嘴巴里面斑点 身上斑点等等 我们大概会稍微问一下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去做判断 再见